现年68岁的米雪与76岁石修都已经入行超过半个世纪 米雪多年来保持动灵美貌 石修亦被封为不老男神 昨日两人骑骑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工作 分别晒出现场照 获得马来西亚影迷热烈欢迎 米雪昨日贴出与石修出发吉隆坡的照片 留言说早上好 与秀哥一早出发去吉隆坡工作 精神奕奕登基了 工作愉快 石修亦晒搂肩和影照 表示两人去马来西亚拍剧 还在米雪下帖文留言 合作愉快 三个心花怒放表情足足有六颗爱心 看来好sweet 其实米雪与石修已经相识多年 两人早在1979年的TVB剧绝带双交已经合作 相识超过40年 而两人还曾多次饰演情侣 当时石修受访还笑说 两人感情已经培养30年 往下次再续前缘大谈黄昏恋 戏里夕阳缘氛围感拉满 戏外两人朋友之上 又恋人未满的状态 又令人好羡慕 两人感情方面各有归宿 石修与妻子相恋51年 间谍情深 三代同堂享受天伦之乐 米雪至今漂泊不定 还没有结婚 她曾经是成龙的前女友 虽然这个前任最出名 但对于米雪来说 她的一生最爱另有其人 很久以前 记者问成龙会不会花时间追求女孩子 成龙毫不犹豫回答说 不会 与女人在一起 要慢慢追求就没意思 最好三几天就上床 成龙的话是有感而发 她曾经花大力气追求米雪 持续了很多年 最终的结果却不理想 除了邓丽君和林凤娇 成龙承认的第三个恋人就是米雪 米雪认识成龙很晚 成龙认识米雪却很早 那时米雪是邵氏公司的签约演员 一出道就被力捧 1976年 凭借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的 翘黄蓉红遍香江 成为港男心目中的女神 还是小演员的成龙迷上了米雪 他那会说话的大眼睛 他的娇憨可爱 他的一举一动 一颦一笑 让成龙如痴如醉 在成龙狭小的出租屋内 房间四壁贴满了 李小龙和米雪的海报照片 有一次 成龙的朋友开玩笑 说他乱点鸳鸯铺 让李小龙和米雪配对了 朋友下一次再去成龙的房间 发现李小龙的照片 被贴在了房间的几个角落 中间显眼的位置被米雪占领 成龙是龙虎武士 经常在片场转悠 和许多导演演员 有点头之交 他借着这种方便 四处打听米雪在哪里拍片 然后设法混进片场 看着心中女神在现场演戏 成龙面对为之痴狂的米雪 却没有勇气追求 毕竟人家是大牌明星 自己只不过是个龙虎武士 想追米雪就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会被圈中人耻笑 后来成龙终于带到了机会 拿着米雪的大幅剧照 请他签名 米雪毫不犹豫答应了他的请求 兴奋不已的成龙回家后 将墙上的照片都清理了 贴上米雪的签名剧照 朋友说成龙那天激动的像个疯子 晚饭都没吃 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一直痴痴呆呆的 看着墙上米雪的签名照片 虽然成龙疯狂的迷恋着米雪 实际上除了那次签名的机会 他连站在米雪无名内的机会 都难以唠叨 他一直暗暗发誓 一定要成为大明星 如果真有那一天 第一件事就是送给米雪一大树鲜花 然后请他吃饭 还没等到成为大明星 成龙就有了和米雪吃饭的机会 那次是秦祥林请客 成龙帮忙打下手 秦祥林在圈内非常有影响力 当晚出席的都是大牌明星 成龙没想到米雪也出席了 看着梦中情人出现 他手足无措站在那里 秦祥林热情迎上去 与米雪寒暄一番 吻了他戴着白手套的手 然后向他介绍道场的嘉宾 成龙原本做好准备 等秦祥林介绍给他时 要大胆握住米雪的手 像秦祥林那样吻他的手 可是秦祥林将所有人介绍了一遍 独独漏掉了成龙 毕竟成龙那时还不够大腕的级别 成龙虽然失落 但不肯放过这次机会 大胆走上前去 自我介绍说 我是陈元龙 请多多管兆 说完毫不客气 抓住米雪的手吻了一下 米雪愣了一下 虽然闻手里对大明星来说 是家常便饭 但在公众场合被突然冒出来的人 拉住手亲吻 还是头一次遇见 表情有些尴尬 秦祥林也觉得成龙有些唐突 将他支开去干别的事 成龙什么都没有干 不想让米雪留在手上的气味消失 那天晚上 成龙半夜跑去敲元彪的门 讲述这激动人心的追星经历 半梦半醒的元彪 刚开始强打着精神 渐渐被成龙讲睡着了 憨声如雷 成龙推他推不行 干脆一个人跑到大街上又喊又叫 差不多疯跑了一夜 1978年 成龙终于凭蛇星雕塑 成为票房直追李小龙的大明星 他第一件事是买了一束鲜花 等着米雪走出片场 亲自将花献给他 米雪说看过蛇星雕塑 夸他演得很好 成龙趁机请米雪吃饭 可是米雪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 说改天再约吧 此后 成龙又多次约米雪吃饭 米雪都没有答应 米雪面对成龙一封封情书的攻势 想着老是躲着也不是办法 终于松口答应和他一起吃饭 把事情说清楚 兴奋的成龙 刚刚走进那家餐厅 突然跑出三个人来 每个人手上拿着一把刀顶着他 如果你敢叫 我们就扎死你 电影中的情节在生活中出现 虽然成龙一身功夫 也不敢和三把刀对抗 只好和他们走了 看他们下一步究竟想做什么 再想对策 这时米雪刚刚到达餐厅 看到了这惊人的一幕 觉得成龙很可能是被绑架了 赶紧通知了他的经纪人陈自强 成龙跟着那三个人 到了老板罗维的公司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成龙的电影最全 孝权怪招大卖 老板罗维赚得盆满钵满 心想自己的公司要成为香港第三大电影公司 与邵氏和家和三组顶利 这时家和拿出470万港币 从罗维手中挖走了成龙 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摇钱树跑了 罗维这口气难听 罗维与家和对不公堂 最后罗维与家和讲和 家和替成龙出了一笔毁约费了事 对成龙来说 这件事最大的收获是赢得了米雪的信 成龙被绑架后 米雪十分不安 一天给陈自强打好几个电话 成龙出来后 米雪又第一时间看望成龙 两人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 原本米雪答应成龙吃饭 是想拒绝他的 经过此事后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深 终于成为一对恋人 成龙辛苦追求米雪几年 终于拥有美人归 兴趣反而捡了许多 没有了当初的兴奋和强烈愿望了 这种心理不仅是成龙所有的 许多男人也是这样 成龙与米雪的热恋期 也是他事业上出现重大转折 蒸蒸日上的时期 成龙在家和拍的第一部影片 师弟出马 创下票房记录 春风得意的他有了大明星的派头 对周围的人已止气势 连陈自强都对他颇有微词 成龙和米雪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以前他只是一名小小的武士 只能仰望心目中的女神 后来他成了圈内最有前途的明星 站在了与米雪同等的位置 有了追求女神的资本 于是疯狂送花 写情书追求米雪 还大手笔送给米雪一辆价值十万元的豪华跑车 现在他成了大明星 米雪所在的家是倒闭了 成龙反过来俯视米雪了 当初他追他太辛苦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反叛心理 意气风发的成龙在家和的支持下开始进军好莱坞 在美国遇见了一代歌后邓丽君 于是彻底断绝了与米雪的关系 经历情变的米雪深受打击 与成龙分手后 他又与一个商人拍拖 结果对方是个骗子 以做生意和买楼为名 骗走了他大半积蓄 借着一个已婚富商追求米雪 声称自己与太太无感情 会离婚娶她 最后的结果让她再次失望 米雪对爱情和婚姻失去了信心 今年68岁的她一直没有结婚 经历过几次失败的恋情后 她与足球明星尹志强 在很多年中秘密同居 不公开承认两人的关系 与后来成龙与林凤娇的秘密婚姻如出一转 期间尹志强无数次向她求婚 她始终没有答应 她说如果没有爱的存在 你签多少张纸都没用 直到2010年尹志强病逝后 悲痛万分的米雪披上了嫁衣 举办了冥婚 为她和尹志强26年的爱情长跑 画上结局 成龙在中年时期回顾情感历程 颇多感慨 觉得这一生对米雪伤害最深 1995年邓丽君去世后 成龙终于良心发现 鼓起勇气给米雪打电话 送上吃来的道歉 米雪却否认和成龙有过不一般的关系 面对记者以不记得为由拒绝回答 不愿意触碰当年的情商 后来在鲁豫有约中 米雪面对成龙苦追八年的传闻 一笑置之 这个你要问她了 不要问我 她又补充了一句 我们确实十几岁就认识了 米雪今年已经68岁了 尹志强去世后 一直独自生活 她依然肤白貌美 丝毫看不出是年进古戏的老人 状态令人羡慕 是大众心目中的不老女神 虽已年过花甲之年 但依旧独自生活 无儿无女 有人说她是迫于现实 但现场目睹她活跃在舞台的身影 你就会明白 这分明是她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 近几年她接受采访时 依旧没有忘了尹志强 她深情表示 感觉这些年 男友一直在身边陪伴自己 忘不了救人 或许也是她这么多年 没有选择恋爱结婚的原因吧 因为无儿无女又一直单身 米雪与好友签下类似信托契约 约定老来互相照顾处理财务等事宜 虽然没能与另一半终老 但米雪现在的生活有钱有闲 或许结婚对于她也不是必然选择了 希望她能够身体健康 未来越过越好